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范思义 今天呢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那么今天思义在香港呢 也将会和我们的小伙伴们 以特殊的方式度过这个传统节日 那就是穿上汉服 参加我们的汉服中秋行 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会是怎么样呢 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吧 所以法式跟唐代的也是会有不同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做完的是什么样子 天呐我觉得良缘好有文化 等会儿我也要进去换 已经换好了 那现在我们男生的衣服就已经换好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女生到底准备成怎么样了吧 好 来 然后 等一下你让一下 这个是月节 好凉啊 是这么说 这个是范节 在做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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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成果 在做头发 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小新第一次参加汉服的活动 对于汉服的知识呢并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咨询一下活动的主办者Shaley Shaley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汉服不同的知识吗 可以啊像我这一套是唐制的里面的是柯子裙 然后外面的这个是一个宽秀的外衣 我今天穿的是明桥的直升甲 今天你身上穿的是魏晋风 我们知道在汉服的文化当中呢行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么接下来就问问我们的专家老师行李上有什么奖金呢 我们在行李的时候呢其实在男女来说是要分担个左右 男的就会这只手向外面然后呢就这样搭着 然后呢就微微的咕咕 女的呢 女的呢就会是这只手向我 这样就跟男士调回着 因为我都看到女生有这样 但这个是叫什么来的 女生也可以把这两只手这样子平放 放在腰间然后向下这样子 这也可以是一个应该是明朝以后 万福礼 万福礼 那么其实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外国的面孔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就像我身边的这位Sophie 她也是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简单问她几个问题 嗨 Sophi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too.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where are you from? I'm Sophie, I'm 16 years old I'm a mix, I attend school here in Hong Kong So you lik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r clothes? Yeah,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My mother's friend who is Shirley She introduced me to this event she's holding What's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 wearing Hanfu And yeah, to spread some awareness about the culture Maybe to promote it to more Westerners Oh yeah, yeah, yes, that too Yeah, to promote it to other cultures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m, have them try to understand u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祝大家中秋快乐